杜丽 MINUSAー 曲作与aretta 编曲作 李昊 谁的心中没梦想 谁愿你不停受伤 悲伤 搖光 人生的给予虽然不一样 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不懂 就这样 我相信满城的黑暗 终究会变亮 就算没有阔阔的肩膀 成为我的午后 当你的天使回着翅膀 要微笑承担 不畏惧的散发光 我梦勇敢飞翔 怎么那么蒙 苏东宇 你听好 你的秘密已经曝光了 你认为我跟我女儿宴 一个一个杀人犯住在一起吗 如果你还有良知 请你马上搬走吧 拜托 你 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样跟走东飞说话 不担心会刺激他 然后 你说我们要装入无奇事 帮他自己搬走 刚才的情况很紧急 我是被他逼得没办法 才会说出来的 糟了 他先在外面 怎么办 也不能一辈子躲在这里 你 没事 手机 快点 手机全部拿在手上 万一他有什么行动的话 马上报警 还有 千万不要跟他面对面接触 要是真的赶不走他 那我们就走 不是 我就要打电话给Amy 叫他把他赶走 那个Amy也是的 说没有事 叫我们不要担心 他说他现在很忙 没有空 等他有时间的话 才来过来跟他说 还有那个Amy 妈妈也真是的 还说他不是坏人 叫我们不要太担心 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 他当然说得轻松 要是这里真的变成命案现场 怎么办 姐 你不要吓我 你可真的会吓我们吗 你不要吓他 Amy可能是因为作业的问题 不想赔偿他 他只担心钱 都不担心我们的安危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在吓自己 老实说 Amy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这样才可怕 夜市风平浪静 夜市暗流汹涌 爆发起来更恐怖 没有 可是 我今天有写桌 一定要去学校 我出去看看 你这边等我 好 我会买你 我会买你 可是我会买你 你会买我 你这个破坏王 一大清早就调剃捣蛋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就让你光是胜子上学 修修让同学笑 你知道吗 爸 我久一点有顾客 如果送小夕去学校 我就会赶不及回来 你上班之前 可以帮我送小夕去学校吗 想要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行 以前是你这个儿子最大 现在是顾客最大 能怎么办 如果你不愿意 我可以自己带 最多叫顾客不要来 你在威胁我 人家做生意 你也做生意 开工不到一个礼拜 才小猫了三只上门来 赚了钱还不够给学电费 刚开始是这样的 等你做出成绩再说吧 我相信我自己的手艺 试过的顾客肯定会回头的 那也要有人来试才有用 你不是说什么HDP太太 要支持你 帮你拉顾客吗 这些人讲究天下无敌 做真的有心无力的 走了 上学去 有空就出去拍拍传单 坐在家里 钱是不会滚进来的 不要以为 生意是你的 我也投了三千块钱 不要让我学本无归 那么心疼你也三千块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 先讲好 不要越赔越多 到时就跟大龙借钱 欠一批股债 不会的 你放心 小夕 听外公的话 再见 讲你几句也就不开心 不会是为你好吗 这是妈咪做生意要派的传单 你还不可以弄动 没问题 林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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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来 坐 来 坐 来 九点钟 准很准的 一秒都不差 你不用这么准 怕职业病 我们家出租车的 只要慢一分钟的话 大客就会投诉了 平价也会变差的 钱难赚了 所以分秒必争 没办法 淼淼介绍说你很厉害 我才来的 希望你能把我这张老脸 洗得白白美美 没问题 林姐 因为你第一次来 你先帮我填这个 客户资料 登记表 为什么要填这个 每次你来的时候 我都会记录你皮肤的状况 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达到最好的效果 就好像我们去诊所看医生 医生也会把病人的情况 记录下来的 美容的学问也很大的 林姐 不如你先去换衣服慢慢填吧 来 我等下准备好了 就进来 好 谢谢 放心 我跟你说 每次林做完 我还介绍了两个朋友给你认识 都是附近的邻居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等林一做完 我就马上召唤他们 他们在家里站立马 马上过来 你讲得真周到 应该的 我也希望你成功 谢谢你 林姐做完 我免费帮你洗脸 不用了 要的 你介绍很多顾客给我的 我还想要给你介绍费呢 真的不用了 老实说 贵强的事还好你够坚决 不然我到现在还在头痛 他能想通就好 想通个鬼啊 是我 帮他介绍了一个年龄差不多 又是同校的女生 我是希望说他会那个新的目标 以后就不会一直缠着你了 谢谢你 梅梅姐 这个女孩子你也认识的 就是Lin的女儿 我知道她 她们两个很相配 年轻人一见面就很谈得来 现在整天黏在一起 一起上学 好像口香糖一样 听到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年轻人很奇怪的 说喜欢就喜欢 林姐还在等我 不用你先进去吧 我准备好了就来 哦 好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去乐心帮忙啊 家长会的人找我 这个周末的欢庆会 我答应了帮忙做招待 我是因为我家弟弟还在乐心读书 所以我才去参加那个PSG的 反正有空 当作参加活动 无所谓 现在做父母真的是很辛苦 孩子要读书 我们就要去当义工 为他们争取学位 你以为要当义工就有 家长之间晋升很大的 施子晶 小夕今年五岁 K1 那后年就进小学了 你打算替他报哪一间 你们刚刚说的乐心小学 好像很不错 就那间吧 乐心小学很热门的 不是说要进就有得进的 你开始做义工了没有 我不知道家长需要当义工 帮孩子争取学位 不如明年再申请吧 明年 你不用想了 现在的父母很怕输的 赶快去报名试试看 说不定有机会 小长 请你帮忙吧 非常抱歉 小长 你不要一直讲抱歉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也不要听不好意思这种话 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这种话 是那些医生对快要死的病人说的 乐小姐是为了她儿子的光明前途 才来报读这间小学的 她的儿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你怎么可以判她死刑呢 唐太太 话不是这么说 乐小姐 我们的家长义工团队 已经满额了 真的不能多说我一个吗 对 校长 我跟你保证 夜小姐一定会风雨不改 随传随到 结界所帮学校效劳的 你知道吗 她的儿子是绝顶聪明的 绝对是读书的料 以后绝对会成为乐心小学之光 你们收她绝对没有错 那好吧 你答应了 我是说 我们每年都会保留一些名额 可以读习的阶段 到时你们再来报名吧 校长 你真的很幽默 2B当义工都这么难进了 2B当义工都这么难进了 2C幸运机会不是更小吗 校长 请帮帮忙 好吧 我就破例 那你放后补名单 可以了吧 你干吗 你干吗一副苦瓜脸 你本来连后补的资格都没有的 现在校长愿意放你在旅行单 就表示有希望 都是我不好 整天只担心小夕读幼稚园 都忘了帮她安排将来进小学的事 那是因为你没有经验吗 想当年我叫老大要上选实力的时候 也是那些阿姨提醒我 我才赶快来做义工的 等你以后多生几个孩子 你就有经验了 一个小夕我都已经搞不定了 哪里还敢想这么多 你真的不要想这么多了 到时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像校长说的 等2C才来幸运堂 就当试一试 说不定你会被抽中的 莱莱姐 真的很谢谢你 还帮我这么卖力地说服校长 不要这么说 你免费帮我洗脸 帮我露得美美的是我赚到 走 我请你吃东西 来 喂 我是 警察局 干吗 干什么 有话直说 你是吃饱 没事做 突然男儿子离不去做工 还跟阿姨打架 我是出门踩到狗屎 莫名其妙遇得个破妇 本来以为好男不跟女斗 谁知道她一个头把就往我脸上扫过了 社美容室开张大优惠 洗脸除胃头 通通的折扣 我们的美容室都是一流的 HTB的价钱 包你满意 小姐 先生 我们的美容室包你满意 一流失费饭钱 先生 有送配套 还有特殊按摩服务 试试看 包你满意 必要来 我们的洗脸送配套的 我们的美容室服务一流 我女儿是专业美容室 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 小姐 伯父 你说什么 对了 你在说什么 我 你们做你们的 我做我的 我们清水不放行吗 你干什么 赶在老娘地盘抢生意 你找死啊你 我的喘丹 喘丹 拿错把打人 会倒霉三年的 倒霉三年 便宜你了 我是让她不跟她计较 谁知道她得寸进扯 老板娘又怎么样呢 要不是警察来 我早就出 走 所以你突然拿了监制 是为了帮我派穿单 对 我看你坐在那边 整天拍蚊子 又不懂得做宣传 又不能招生意 所以就束手帮你 我看你是怕我亏掉你那三千块 怕我连累你吧 对 搞不好 连组屋都赔进去了 到时候我们三个就要去睡街边 你放心 就算我和小夕去睡街 也不会连累你的 谁叫你帮我去派穿单 现在好 当街打架被拍 你等着被人放上网 等着上报吧 这不是好 可以免费帮你的美容器做宣传 你还要谢谢我 干吗 干吗 帮你遮 都走光了 你看 连内裤都跑出来 不害臊 不用你假好心 我是怕别人看了 长睁眼 都老肉了 长什么睁眼 我是担心你被别人当变态 想要回去警察局一趟 今天有三个大客给我五颗星 我的累积分数已经去到4.6了 如果我继续再拿多一个五颗星的话 月底就有奖金拿了 你上一次也是这么说 结果呢 Munty's Auntie给你一个零 奖金就飞走了 你是卖红豆冰的 泼我冷水 你知道吗 你妈我是五星级的司机 搭过我的车的人 都说我驾驶技术一流 服务一流 每个都说要给我五颗星 别人说的话 你都信 原来你比小孩子还好骗 你 你 你不要假讲 刚才我在车上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 什么问题 你的试试成绩单呢 分回来了吗 来 电梯来了 对不起 叔叔 你要走了 是 免贴可以放心 祝你一番丰盛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谢谢 这么帅 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 不是这样 那个人还在不在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回去 不然今晚睡哪里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进去看看 记得刚才跟你们说了吗 如果看到他 就多远一点 如果他想对我们怎么样 你就大声叫可出来 好了 怎么样了 不要吧 好 妈咪 她好像不在家 这种饭是吧 这种饭是吧 好 咪 他不在厨房 厕所也没有人 Uncle Sutton Fish干这竹竿的衣服 全部都不见了 他搬走了 算他懂得做人 自己搬走了 其实Uncle Sutton Fish不是坏人 咪 我们这样把他逼走 会不会很过分 不如我们找他回来 好好跟他谈 你神经病吗 他是杀人犯 你要怎样跟他谈 老师说过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要给他第二次 不要再说了 他有暴怒症 有暴力倾向的 随时会爆发 我是以防万一 其实走了也好 说得对 家里有颗炸弹 每天提心吊胆的 你要吗 好 前面可以坐两个 一个挤一挤后面 又仗又臭 怎么做人 好 没关系 好 宝贝 你们两个坐前面 好 来 去 好 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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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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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你不会被撞下来 你比较早 其实 他以为你不错 我干吗 我失为了两个女儿 才把她赶走的 现在走的不是更好吗 不必整天提心吊胆的 我会变住 我会变中 我会变得 你赶紧 我有 我会变得 不然 我会变得 你 我是 我会变得 来 佳琪 佳琪 我回来了 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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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怎么那么快回来 你不是说明天才回来的吗 想你 我有点不舒服 既然你回来了 陪我去看医生好吧 拜拜 好啊 你先去换衣服吧 azul 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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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是真是 replicate 杨雨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伤势过重 已经死了 现在的情况对你非常不利 原本你只是蓄意严重商人 现在警方决定改控你谋杀 我会提出各种证据 证明你当时是因为暴怒症发作 冲动严重商人 请求把罪名改成误杀 也希望能够逃过边刑 至于谷佳琪小姐还在医院 她的眼睛伤势严重 只剩二十八线的实力 禁忽失明 义家 义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 过不是 家庭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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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在为我祝贺 我不行了 艾米 我等一下下午去看医生 我只是小感冒 我明天应该可以回去上班的 好 再见 怎么了 小敏 阿姨胜病了吗 阿姨只是鼻子有点敏感 你放心 我不是感冒 不会传染给你的 阿姨说到哪里了 公主被恶魔抓住 好 那 阿姨请你吃糖 我继续讲 恶魔抓住的公主 公主就挣扎 喊救命 小明 你们有乖 想吃什么 吃伯格 阿姨就完全不理会公主 把她抓住了 放进城堡里去 Mandy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我是这里的义工 而你呢 我之前在老人业帮忙 听说这里需要人 我就过来了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 难怪没看过你 哈啰 我是阿姨Mandy 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是个自比的孩子 小明 跟阿姨Mandy说哈啰 来 说哈啰 阿姨给你一粒糖 好不好 好 来 谢谢 来 小明 他害臊 不要逼他 我也买了一些小礼物 要送给小朋友 忘了拍车身 你去拿吧 小明交给我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 来 小明 要不要跟小明一起听阿姨讲故事 很精彩的 来 坐下 小明 小明不知道公主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从头都开始讲好不好 我 我要去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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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你在找什么 找小明 小明不见了 小明不见 刚才他叫我带他去厕所 我在厕所里面等很久 他都没有出来 小明有自闭的 会不会躲在厕所里 我已经早上进去看过了 没有 糟了 这孩子一向来不敢乱跑的 可能是他怕我吧 是我没有看好他 我是担心他跑到外面去了 有可能 我们先去厕所附近找一找吧 我已经找过了 Aster 拿着 会不会要去那个地方 哪里 你怎么知道小明在这里 刚才我听到他跟你说他要吃汉堡 我猜他应该在这里 对 我怎么没想到 你去哪里找吧 我自己看看 好 小明 小明 等一下 你不是说想要吃伯格吗 阿姨请你吃好不好 你要听阿姨的话 乖乖在那里吃 吃饱了 不可以乱跑 要等阿姨来接你 知道吗 我明明叫他在这边捣我的 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办 小明不在这里 到处都找不到 不如报警吧 报警 对不起 想请问一下 刚才你们看了一个小男生 大概这么高六七岁的 很害笑不爱说话 眼睛不敢直线看人 刚才好像有一个小男孩跟你说得差不多一样 好像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吃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一位呢 你看看 是不是他 对 就是他 他吃完东西了以后 好像是往那个方向去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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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的 我没事的 你怎么了 我的鞋根都断了 鞋根坏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没关系 找小明要急 来 Manny 别找了 去报警吧 报警 是 我们像无头餐饮匠到处乱找 等于大海捞针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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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是个自闭的孩子 我担心他乱跑 会有危险 都怪我 是我不好 都怪我 来 别这样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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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找到你了 你死了 你是吗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太好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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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老土 真不舒服 还可以吗 这鞋子很舒服 简单越大方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不用包了 直接穿走 等一下 你给我袋子 这双鞋子我也要带走 好的 鞋底都坏了 扔掉吧 补一补还是可以穿的 你的鞋子 多少钱 二十块 我是为了讨好你 我才不会穿这么容易破的便宜货 我自己给鞋好了 不 你是因为找小明才把鞋子弄坏的 应该由我负责 谢谢 小明是我弄不见的 怎么能怪你呢 不要跟我争了 就当这是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好 等一下 这个给你 你为什么给我两毛钱 鞋子不能乱送的 两毛钱单是讨个激励 你送我礼物 礼尚往来 我请你吃饭吧 不 应该是我请你吃饭 鞋子你都付钱了吗 这里附近有一座咖啡厅很不错的 我带你去 去咖啡做啊 什么 你不想去啊 我有更好的介绍 好 原来你要带我来这里 这家鱼圆面引进实名 我来吃过一次 真的是名不惜传 这里的鱼圆面 我也很喜欢吃的 你也吃过啊 阿忠 Mr Yall 跟朋友来吃面 原 你们认识的啊 你爸吗 上星期病了 今天在家里休息 没事吧 老毛病已经好多了 去我问候他 你要吃点什么 老样子 加面加鱼圆 特大的 小姐 你呢 我要小碗的 果条鱼圆面好了 来 我不吃 是咖啡好香啊 是啊 这档的咖啡很出名的 我跟他档主很熟的 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 本来是想给你惊喜的 竟然是闷入梦湖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真的啊 来 加面加鱼圆 好 来 Mr Yupp 还有你最喜爱的小辣椒 真的是善解人意 慢慢吃 吃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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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这个 要配小辣椒才好吃 真的 我比较喜欢吃原味 是 你这么快就把鱼园吃完了 很好吃 果然名不惜传 不如我再帮你叫一碗大碗的鱼园 不用了 我真的够了 真的 你刚才说 你从小在这里长大 怎么那么说呢 正确地来说 这里是我小时候的托儿所 托儿所 对 小时候 我父母亲他们都忙着工作 所以一天三餐 我都在这里解决 都是吃原面吗 多数是 我会边吃原面 边做功课 那么阿冲的爸爸一有空的话呢 他会坐下来跟我聊聊天 然后就跟我下下棋 这么说来 我们好像同病相连 是吗 不过小时候 我爸爸也是不管我的 我自己一个人吃饭 然后温习功课 家里没钱的孩子就是这样过生活的 不过习惯就好了 对 过后我也习惯了 我曾经发誓过 长大以后绝对不让我孩子 过我以往这样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为了事业 忽略了家庭 那你太太呢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好意思 没事 你呢 我觉得你的人很开朗 生活应该过得很不错吧 还算幸运的 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了 生活变好了 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日子 过了一段 我老公不在了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现在的日子过得还蛮辛苦的 不好意思 让你想起伤心事 没事 人生本来就是有起有落的 老实说 一夜之间忽然间什么都没有了 刚开始 还真有点慌 也只是为母则刚吧 我告诉我自己 不能让两个女儿看到我的懦弱 我现在只想积极地过好日子 努力地过好每一天 那就够了 慢点 你让我真佩服 这是命 只好愣 有什么办法 你的辣椅 老样子 您的辣椅 请慢用 谢谢 东宇 来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佳琪和交响乐团合奏的事 已经确定了 几次演出 一个多月后 等正式售票我再通知你 希望她过得越来越好 先喝杯水吧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滚 佳琪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你不能够一直这样子消沉下去的 我带你下去走走吧 我就算死也不用你管了 你走 不要管我的事 都已经七年了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你走 我跟你讲 你走 你听不懂吗 怎么又乱人 美娱 对不起 我来手就好 美娱 我没事 你们很烦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 七年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死 可以吗 你是想让我白法人送黑法人 你有没有良心的 你不要再说 我的手 我的手 我的天哪受 七年了 够了 你干吗 你是 是 苏东宇 你是苏东宇 你出来了 佳琪好不容易从悲伤走出来 希望这些来在她身上发生的 都是好事 希望如此 这次的演奏之后 应该会增加她的知名度 就会有更多的演奏机会 一定会的 我先去接个电话 你给我听 不懂谈什么 听了就要睡觉 走开 老子来谈 先生 请不要这样 来 先生 不要这样 你走开 小心 先生 请你马上离开 你没事吧 请 我回来了 没有 你明天 说你 你知道吗 帅哥 快走吧 去吧 那你看到的 你怎么跟那边看见是 你就是我 这一生认可 爱 怎么会渐渐褪色 你是苏东宇吗 爱 怎么会天边苦涩 是苏东宇 你不要走 你给我回来 叹疼小夕 小夕也很喜欢她 家里有老有小的 你是在自己制造麻烦啊 不要忘记 你现在是未婚的 而且是单亲妈妈 给人家说的也不够多吗 叶思京 我要跟你PK 你这个未婚妈妈到底哪里好 不要说了 别走 你就只会勾引男人 才会变成未婚妈妈 凭什么让桂强喜欢你 宝贝 你真的喜欢桂强 桂强只是个保理学生 他没背景 没钱 他配不上你的 谁说我喜欢他 你总会很像自己说的 桂强 郭总 你有更重要的事 走 要走的话可以 等下课再走 我跟你PK 我赢了 就带他走 杀过了 做过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好心 给你机会 你应该懂得怎么感恩 而不是安将仇报 坐过牢的杀人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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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然后开始 根据 你不一样 你不一样